接下来呢,这个章节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的商业摄影和电脑模拟渲染 彼此之间的关系 等一下呢,请同学可以帮我打开 给同学的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V-Ray for SketchUp教学课程的一个文件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商业摄影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做过 就像我们去外面餐厅吃饭 吃饭之前,我们会先去拍照 打卡,上传 到我们的社群软体里面 这也是一个另类的商业摄影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真实世界中的摄影 我们有哪些可控制,哪些不可控制 譬如说商品的颜色、材质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因为产品已经做出来了 那我们就只能够利用拍摄的角度 还有灯光来表现出这个物件的质感 譬如说像我们这边的图片 你可能要拍一个美食 你可以利用自然光等等 然后要拍摄一个产品 你可能也会利用自然光 来表现这个产品的质感 去抓这个物件的角度等等之类的 然后如果自然光太强烈 我们可能会加一些窗帘 变成一个折射光 让光线变得比较柔和 拍出来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这个我们在做一些人物的拍摄 或者是一些居家的拍摄 都会利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法 或者是进入到摄影棚里面 利用棚灯来拍摄 一盏灯光不够 加两盏灯 两盏灯光不够 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些反光板 来表现出这个物件的亮度跟质感 再来你还需要了解到 照相机的用法 它的快门 光圈 ISO 白平衡 或者是EV值 就是所谓的曝光值等等 这些实际上的操作 你也要会 这样子才能够拍出一个 有水准的一个商业摄影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电脑模拟渲染呢 软体世界中的渲染 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 你都要了解 之外 你还要做的更多 你的物件的形状 它所使用的材质 它所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射 折射等等 你都需要去做调整 电脑才能够帮你模拟出真实的一个质感 刚刚学的 刚刚在现实生活中要了解的东西 都需要知道 还要学的更多才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图 在电脑迷针的里面呢 我们的场景视角 各项的材质 各种灯光 照明用 还是气氛用 基本上都需要我们去做调整 好 之后经过不断的测试 渲染测试 最后能够得到一张 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图 好 那这样子呢 需要学的东西就蛮多了 好 那最起码我们先了解到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作业方式 将来我们在学软体操作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方式套进到软体设定里面 就没有问题了 好 这边请同学先了解一下 看一下这些文章的内容 我们之后来介绍一下一些 现实生活中的什么折射率啊 反射啊 这个章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章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